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嗯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UB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UB最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邀请到的是 美食观察家 美食作家Lise高晴文 Lise早安 早安 数尾姐 大家早 Lise最近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她用非常敏锐的观察力 来观察全世界餐饮的变化 你观察是全世界 你是不是每天阅读很多相关的讯息啊 对啊 因为会很焦虑啊 就会很想要知道现在到底 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那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新冠肺炎 真的是让大家有点点措手不及 也难以想象说 哇 她的影响可以巨大到 感觉好像就是一个 全世界的灾难 也有人把它比喻成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 那像你的观察 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你自己常常要去 要去餐厅做一些采访啊什么的 我本来常常外出嘛 然后可能每个月要出国 然后常常要去餐厅 或是各种活动 可是现在都很多时间是待在家 那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 因为这些活动都减少了 那像比如说今年三月本来要去日本采访 亚洲五十最佳餐厅 而且他们特别跟佐贺县合作 所以是有一系列佐贺的观光行程 但是在二月底的时候取消了 那像这样子的出国采访行程 就是不断的会被取消嘛 对 那当然在台湾餐厅的部分 也会稍微缓 也是比较缓 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也比较谨慎啦 我也希望就是可以用谨慎的态度 而且再加上因为我家也有比较年长的长辈 所以也希望能保护他们 所以我自己也比较少外出 好 所以的确各行各业都受到蛮大的影响 那对于餐饮业来说 像全世界那如果以台湾来看的话 其实首当其中餐饮业啦 旅游业 非常的辛苦 那你自己观察到 像台湾的餐饮业 你觉得影响最巨大的是 可以怎么分类吗 当然现在台湾的情况 还没有像国外那么的严峻 我们没有封城 我们没有锁国这些 但是聚餐型的餐厅 尤其是像中菜啊 台菜这一类的餐厅 或者宴会厅等等的 影响比较大 因为这些餐厅 基本上你是要一桌人去吃嘛 你很难两三个人 或是只点一点点菜 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大家一起群聚的意愿 所以现在真的是中餐厅有很多 即便原本不做外带外送的 也都开始做 现在都开始做了 连米其林的餐厅也都开始做外带外送 是是是 对 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独立的店家 影响会比较大 小店家 那相对来说 还有一些是西餐厅 像这类西餐厅可能它是个人套餐 对然后小人数也方便去用的 那原本内需就强的餐厅 是相对影响比较小 影响比较小 对 但是总的来说 对于那种中餐厅的影响是还蛮缺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有那种老字号的 就是可能我们的那个爸爸妈妈 从年轻的时候吃到现在的餐厅 哇突然说要暂停营业两个月三个月这一种 但是像那个之前是在中山区的那一家 那个那个烤鸭的那个餐厅 天厨 天厨 被天厨一新闻出来说 他们要暂停营业两三个月 是是是 结果听说很多老顾客都打电话过去说 啊不要啊我支持你啊 什么我借你钱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没有要休息了 这也蛮有趣的 对对对 那当然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去支持餐厅啦 有各种方式可以去支持 那以什么方式可以来支持餐厅呢 当然现在很多餐厅开始做外带外送了 那尤其是一些原本只有内用的餐厅 他们也开始做外带外送 其实真的是为了求生存 那如果说大家愿意支持这些餐厅的话 你真的不妨你就是去改成外带嘛 对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用那个外送的平台 哦对对那那但是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外带 像哪一些餐厅是他现在可以外送外带 历史会觉得还蛮蛮惊讶的 因为以前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 对 比如说像上海楼 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他就开始做外带外送 然后像我知道这个米其林一星的longtail 他们也要退出便当了 哦真的哦 对对 哦 因为longtail其实也不好订哎 对不好订 不好订 那或是米其林推荐的蓝餐厅 他们也已经推出外带的彩色 哦很多的大饭店也都有外带 对大饭店比如说像雅阁啊 像精华啊精华轩啊等等的 雅阁是米其林二星 米其林三星 没有没有雅阁应该一星 一星哦雅阁是一星 哦对对对 所以想要吃到那种米其林餐厅 他外带那你觉得他价格有竞争力吗 嗯我觉得当然你如果说还是要跟在内用比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外带回家还是价格会高一点点 可是我认为基本上这些餐厅的餐点都可以做到一定的水准 嗯嗯嗯嗯 然后有的时候像现在你真的如果不方便出去吃饭 你也不想一直在家煮 嗯那真的你会想要吃到餐厅的食物 你会想要吃到餐厅等级的食物 对对对对就是偶尔变化一下 变化一下然后真的我觉得像我自己在家煮我会煮到很烦 我会想要吃餐厅水准的东西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像你以前一样 你想出去吃饭换个口味的时候 那你就去外带 嗯嗯嗯对 像对于餐厅他们在想那个外带菜色的话 他们可能也要下一番功夫 因为有一些菜色他可能外带回去的那个口感什么的 会比较容易有变化 那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容易有变化 确实确实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设计一下 他们可能要研发新的菜单 对所以对于这个餐饮业来说 真的是2020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 那如果以欧美情况这么严峻 因为我们如果以讲米其林的话 从法国然后在欧洲到美国到亚洲来 那事实上这些欧美的餐厅状况好像真的蛮严峻的 那就被迫封城了嘛 大家都是在呆在家 就不能动了 对那像美国的是比如说纽约他是只能做外带外送 这样子 那还有的是可能他直接完全都不能营业 那像这些情况餐厅就是被迫就是要关门 或者是说他一定要做外带外送 所以有一些很有名的餐厅有可能会倒闭或是有什么 有可能像丹麦有一间米其林餐厅叫做卡豆 他就已经宣布破产了 他们餐饮集团已经宣布破产 天哪 对 所以可能这一次的那个疫情过后 对于餐饮业来说 全世界的餐饮业可能会有一些重组 有可能有可能 以美国来说像他们有一个餐饮集团 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那他旗下有非常多餐厅有包括那个Shake Shack 那像这个集团他们在三月的时候就解雇了两千人 哇 对 在政府纾困方案公布之前 他们已经解雇了两千人 解雇了两千人 对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少 甚至这种独立的小店家都活不下去 那其实也有一个担心会是说 那最后留下来是不是都是连锁店 对会不会就是连锁店大企业 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没有什么特色 比较特质化的 多元奔放的那种饮食文化 会不会真的就回到过去比较单调的状况 这个真的是可以观察的一个点 那太可怕了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要吃美食一定是要具有特色 然后他很有风格 可是问题是这些小店 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流支撑 他没有现金流的话 他怎么去支撑他每天的成本 他可能也没有资产去跟银行借钱 当然现在有比较多 比较宽松的纾困的贷款的方案 但是这些是面临生存危机的 黑暗背面的曙光 这些餐饮 这个餐厅怎么样去找出自己的出路 那我们这些消费者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了 是美食官家作家Lise 高情文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 POP最正点 好的 10点18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在这个疫情发展当中 这个全世界的餐饮业都受到巨大的影响 台湾还好我们还可以出门吃吃饭喝喝咖啡 还可以三五好友拉开一个安全社交距离 吃吃饭 那但是对于餐饮业的确也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了 那目前看来的话 这个餐饮业的这一些老板们 他们应该都很焦虑吧 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因为餐饮业是非常吃重现金流的行业 只要人不来 其实你餐厅的营运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那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政府要进行纾困 有各种补助的方案 那像现在纾困的方案 如果就是以这种餐饮业啦 或者是说餐饮旅游业来看的话 跟国外来比较 因为历史会观察很多国外的一些报道啦 然后方法啦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我想台湾的纾困相较于像美国或是日本 我们目前看到的金额来说是比较小啦 那但是这也因为跟台湾的疫情控制状况有关 我觉得疫情是跟着经济走 经济是跟着疫情走的 那以美国来说 他们在三月底的时候宣布了一个两兆美元的纾困方案 那针对各行各业 其实只要你的年收入好像是在七万五美金以下 那你都可以领到这个几乎是可以cover你整个月薪的补助 然后可能还额外还可以再领一万两千块 不是一千两百块美金的这个补助 一次性的补助 一次性的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对于美国餐饮业也是算是蛮大的一个帮助啦 那他们还有就是你可以不用偿还的贷款 那当然还有这个其他可能水电啊租税方面的优惠 那基本上就是大量的发钱下去 对啦其实大量的发钱 然后川普也被吓到了嘛 川普刚开始就是漫步惊心 后来就是发现天哪怎么会这样 他选举可能有点状况了哦 开始很害怕这样子 然后其实川普也是大量撒钱啦 对大量撒钱 那因为他们大量失业潮已经出现了 对对他们连续两个礼拜都出现什么六百万的人去领失业金 所以他们现在不撒钱不行了 是对那像我看到Liz写的一个这个有一篇的分享 也有提到说像丹麦 丹麦他就是预防失业潮 所以他做的事情也很很很特别 对对他也是去补助员工的薪水 就是公司好好不要裁员 对他希望你不要裁员 对我来帮你补助薪水 对而且他支付员工75到90%的薪水 对对对那丹麦方案是早于美国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那时候很多人也都在看丹麦说你们是怎么做 你们怎么样避免企业倒闭这样子 那丹麦也是比较社会福利比较重的国家 那像NOMA在丹麦的NOMA 其实他们目前一个员工都还没有开除 他们很快就决定不继续营业了 因为他们也很早就出现了很多取消潮 很多国外的旅客都不能来 丹麦NOMA就是曾经就是全世界的 四次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对 那他们因为是非常这个客人很多都是从国外国际旅客 所以他们很早2月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出现定位取消 那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想怎么应对 所以他们是没有开除员工可是等于就是放无薪假啦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们提供三餐给员工 他养70个员工 然后你不会吃不饱 你保证可以在我这边得到温饱 可以在那边吃饭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厨师或助手 他们其实世界各地来的嘛 对没有错 那他们决定把公司营运的资金拿来就是作为养员工的资金 哇 这样对他宁愿分这样子分散出去 所以员工就是住在可以住在宿舍 对我不确定 但他们公司应该有宿舍 我猜他们应该有宿舍对 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每天煮70个人的餐餐 哇这个老板也佛心来着 是是 但那个老板是主厨吗 对对他是其中一个老板 主厨是其中一个老板 因为讲到NOMA其实就赫赫有名在美食界 他们曾经有暂停营业了的一段时间 然后再换地方 换地方 对现在他们在2.0的地方 太佛心的老板了 所以这个对于厨师来说 应该就是大家一起挺过了这个 因为对于餐厅来说 其实厨师真的很难找 对对 那厨师是餐厅非常重要的资产 是人才 对对 像Fight Dining餐厅跟中餐厅的厨师 会有一些什么样子 就是人格特质或是技术上面 需要有不同的地方吗 没有应该是说 可能是中餐跟西餐啦 我觉得中餐跟西餐本来逻辑就不太一样 那目前这两种厨师的养成方式 也不太一样 那当然西餐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模式 以法国菜为基础 中餐的话 他这个很多时候还是学徒制 那当然我现在烹饪学校 也是有教中餐 但是他的这个出去之后 养成的途径是很不一样的 跟西餐不太一样 跟西餐不太一样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两种途径即便不同 我还是觉得这个中餐厨师其实是也是很珍贵 我不会去区分说他是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老餐厅 如果说他的厨师离开了 他的味道就不一样 所以有些老主顾就说哎那为什么味道不一样了 但是是不是中餐比较难去SOP化 嗯 他可以他的食谱可能食材用料 分量等等 但是我觉得火猴这件事情是很难 对就是火猴这个厨师他的火猴跟他自己对于这个食物的敏感度 对他其实是非常讲究手感 那西餐是比较能够SOP的吗 嗯 你可以说他某些部分 因为他西餐很多东西是组装的 对 你做好酱汁 你去煮你的牛排 然后你再做你的配菜 然后再把它煮起来 变成一道菜 但是中餐有很多是 你比如说你炒菜 你是很多种材料 你一起炒 然后你同时熟度要达到完美 这个就很难 嗯 对 这个是非常自己练功夫的事情 是了解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疫情的影响之下 的确如果有一些餐厅现在要面临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 所以他暂停营业或是人力做了减少 那会不会在疫情结束之后 能不能很快的恢复复述 其实这都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对就要看疫情影响多大多久了 嗯嗯嗯嗯 那那呃因为在没有疫苗跟这个新药的情况下 其实真的就是只能拉开社交距离 那这个一定会持续的冲击经济活动 嗯嗯嗯嗯 拉开社交距离如果但是吃饭你总是口罩拿掉 对 是不是拉开社交距离吃饭的时候就这样不要讲话 当然是说你不要一大群人去嘛 那不要有未知的感染风险 那当然餐厅本身他也会做好相对应的防疫措施 嗯嗯像你去很多餐厅吃饭你都会看到一进门就要量体温 对然后给你酒精消毒双手嗯嗯嗯那餐厅也应该要已经呃隔开社交距离室内是1.5公尺嗯嗯嗯所以现在有些餐厅他甚至已经减少座位数量了嗯然后可能也会控制来客的数量哦 那呃呃当然呃你吃饭的时候必定是得拿下口罩的哦但是我也 在这边顺便呼吁大家当你吃完饭就赶快把口罩带帶回去对对 然后大家最好还是尽量的减少群聚嗯 饭钱一定要洗手哦饭后也要洗手对对对对你 其实真的蛮辛苦的不过我发现有一些餐厅 它来客数还是算多 你观察到为什么 某些餐厅它来客数还是多的 我想这些餐厅 它原本内需就强 就是比较不是外国客人 观光客来的 或者是说 虽然减少了外国观光客 但是它本地客人可以马上补上 那还有就是 它可能是比较偏向西餐厅 那如果是说有米其林 或是亚洲五十最大餐厅的光环 那当然它的这个生意也是会 本来就比较稳定 或它本来就比较热门 可能现在只是变好定了 但是生意还没有调到说 几乎都没人这样子 那而且这些餐厅很多 都是卖个人套餐嘛 所以比较不会有群聚的疑虑 就是个人套餐的部分感觉 大家吃起来会比较安心 会比较安心 那有冲击到他们的价钱 会有一些本来比较高单价 然后有降价吗 目前观察到有吗 目前没有观察到降价 好像还没 对还没有观察到降价 对但是有一些本来很难定的餐厅 的确是稍微好定一些些 对会变好定一些 所以搞不好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防护 你可以吃到你以前订不到的餐厅 对对对就是当然大家还是要注重各种社交均率规定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是如果你自身风险 评估许可你可以出去用餐 对对但是当然你有一些些这个感冒啊或是什么状况 就千万不要去餐厅 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去 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去 对那我想现在大家的那种防疫观念都都已经做得还蛮好的 然后这种观念都还蛮正确的 好那餐厅受到的影响很大 那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当然也有自己很喜爱的餐厅 然后也很害怕说天哪我这很喜爱餐厅会不会就在疫情当中就是消失了 这是很可怕 例如说我们以前我跟我老公超爱在东区有一家那个烤乳哥的 哦真的 对就你知道他就是他在多年前他就已经关门了 然后你知道我们到现在还非常饿玩就想到那个烤乳哥 啊那家烤乳哥真的太好吃了 可是他就是店没了就是没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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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吃不到了 就很害怕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请类子来跟我们讲一下 呃身为我们如果是这个餐厅的爱用者或是fans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支持自己喜爱的餐厅呢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pop最正点 好10点33分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最正点来宾是美食观察家作家Lise高晴文 来到现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观察到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对台湾甚至是全球的餐饮影响很大 好那因为大家如果有有常看Lise的一些分享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书的话 会知道Lise的那个背景他是律师出身 对 所以律师转型美食观察家 法律逃兵 对这个就是可以用律师很敏锐的观察力去观察 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会有蛮大的自己的风格啦 那一般来说啦 我们如果现在想要去力挺我们喜爱的餐厅 我们有哪几种方式 那第一个当然是如果你自己风险评估许可 遵守社交距离等等规定的情况下你就去用餐 那当然你也要选择让你安心的餐厅 我相信现在很多餐厅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实行防疫喔 那再来就是如果有外带外送的话 那你也可以多多的利用 那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餐厅喔 他们会这个可能贩卖一些其他的商品 那也许有的是T恤啦一些小物啦 等等像是我还有听说有餐厅在研发这个防疫避难包 之类这种东西 周边商品 像美国就很多人这么做 他就会去支持餐厅的周边商品 那还有的是可能台湾目前还没有出现的方式 比如说发售餐券 优惠券 这种东西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也许可以是给你优先定位的权利 或者说你预售未来的定位 或者是说国外的这个礼券 就是gift card 礼物卡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凭券你就可以去消费 你可以送人 这样子的概念 这都是帮助餐厅换现金流 就是帮助餐厅能够刺激啦 刺激现金流 像他先得到现金流 那像国外还有做法是募款 募款 那以这个美国米其林三星的这个 Eleven Medicine Park 在纽约市的餐厅 他们先前就办了一个募款 是有好几种不同的项目 如果说主厨本人到你家做一餐 可以这样哦 对对对 五道菜 如果江振诚到我们家来做一餐 对对对五道菜哦 那他是开价五万美金哦 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哦 还是有人愿意 那当然因为他原本的客人可能很多都是这种有钱人啊 但是一般来说米其林三星主厨是不可能到你家的 对对对对 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 对对他们就是做这种募款或拍卖的方式来给餐厅现金流 对 这个目前台湾还没有看到 台湾还没有看到 也许可能之后会出现也不一定 对对对 对就是也提供国外的一些方法给台湾的餐饮业者做一些危机就是转机的变化 对对对 哦真的很辛苦 不过主厨到你家 尤其是那种遥不可及的米其林什么什么二星三星主厨到你家这还蛮酷的 是是是是一个是一个卖点 是一个卖点 对对对 但是现在也有餐厅开始做道府服务对比如说像我知道有乐轩的烧肉店他就推出可以到到到你家帮帮你帮你服务这个烧肉哇对或是刷刷锅OK这样子就是说这一次的疫情其实让很多的餐饮业者开始去颠覆他们原本对于餐饮服务的想象是他可能就必须要想出更多创新跟消费者可以 接轨并且在防疫期间又符合防疫的标准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是他真的要发挥一些创意 哦对那当然我觉得餐厅的体验内容的体验其实是很难被取代的那我也不希望他被取代 因为他其实真的是一种文化展现 嗯嗯那如果你真的每天就是吃外带的食物然后你也没有心情出门打扮干嘛我觉得我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对对对所以当然希望疫情过后 嗯哦可以能够恢复但是你自己的观察啦如果以台湾来看呃疫情过后你觉得餐饮业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动吗 嗯我觉得要看呃餐疫情持续多长然后多少人可以活下来嗯哦那就像刚刚所说的会不会最后真的活下来的只是连锁店 嗯嗯或是大企业旗下的餐厅嗯那而丧失了原本那种多元的很多种百花齐放的不同类型的 的小餐厅哦那当然这个影响其实他也不只是餐厅而已上下游产业链其实都会受到牵连 对如果餐厅不营业那那些食材怎么办对对那比如说现在很多小农啊嗯哦那很多餐厅也标榜用小农的食材啊 那这些餐厅他不营业的这些小农的食材怎么办也会受到影响对对对所以所以其实是牵连很广啊嗯那那就看就是希望疫苗可以对啊那如果放到到全世界如果说以欧美来看的话如果说以这种餐饮大家很喜欢的例如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因为疫情实在太严重是难以想象严重因为你在纽约待那么久你能够想象纽约变这样吗呃就 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感觉吧对啊你在纽约的朋友他们现在还好吗呃呃呃呃就是 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尽量都待在家嘛对对啊那 呃像我有听比如说是厨师朋友好了就是在台湾的厨师朋友他们在美国的朋友们嗯就是很多人是失业嘛对对然后餐厅都不能开门对那那在这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于 行业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对就不知道说到底呃疫情过后他们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恢复回来对对对他不知道因为像美国这么严重的地方很多人的担心就是说你说暂时歇业你会不会没办法再再开了对对那那所以这也会影响到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说那对于下一代厨师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下一代厨师可能就只想要开外送的餐厅 哦会不会啊对因为美国因为现在发现外送感到蛮夯的对因为美国一直以来有所谓的云端产云端厨房或者是说外送厨房他们叫ghost kitchen嗯就是没有客人来嘛我只是我厨房我只是做外送的就叫做幽灵厨房这样子嗯那会不会之后大家呃年轻的厨师创业他们就是直接创这种呢哎呦 对对哈哈哈 Essentially 因为像美国的名厨那个张锡浩那个David Caine就就是最近一直在讲他觉得之后外带外送会变成主流喔喔对他就非常的担心这间不担心因为在餐厅里面用餐就是像刚才Liss说的他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呃美学的呈现了他其实是无法呃呃呃呃呃呃等回去取代那种感觉自 leaflet Because 因为是整套的一个对对东西世界对对 factor 一个一个展现啦 那如果是都变成外带哈哈哈外带来 reviewed 什么单为主要怎么评写的过程 podr被带回家就还抹 Sorry VIol就使用 stXst Katherine behind that time 但是現在防疫期間就是不得已 但是如果在防疫過後 他會不會能夠恢復正常的一些 一些原有的風貌 就真的還不知道 真的還不知道 變數就是疫情 對那因為就在疫情的同時 亞洲五十最佳餐廳就公佈了 就在幾個禮拜以前對不對 幾個禮拜以前 那因為就是在這種疫情的同時 其實也就有一點點 變成一種複雜的情緒在當中 對那今年的典禮實體的典禮取消了 他改成線上直播 那當然就不如往年那種派對的歡樂的氣氛了 那他們的這個總編也是話說在前頭說 我們今年不是來慶祝的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表彰 這些餐廳去年的表現 對所以今年就是 是一種莊嚴肅目的感覺 蠻特別的 對對對 那就這一次的亞洲五十餐廳 2020年的亞洲五十最佳 台灣上榜的名單有什麼呢 今年台灣有四間餐廳 像JL Studio 台中JL Studio 做現代新加坡料理 它是今年首度打入榜單 而且它是26名 26名很高 對 首度打入榜單就這麼高 所以這是今年台灣的一大亮點 那慕美還是維持台灣最佳的名次 在第18名 然後弱在36 翔羽龍雲在43 所以整體來說是 台灣的成績還是蠻不錯的 那因為這一次 今年應該米其林指南 台中會有嗎 對不對 對 台中會有 那這個JL Studio 感覺好像 我想是蠻有 對 它的 災星的幾率是蠻高的 它現在的營業有受到什麼影響嗎 他們也有受到影響 那 因為它原本位於台中 本來它就很積極的這個 在做一些跟國外主廚的客座 四首年他們主廚 林田耀、Jimmy 那 所以它本來就有一些國外的客人 港澳、日本等等 那現在這些人不能來了 對 那當然你可能還是要靠本地的需求 那但是可能它又必須是 有客人從台北下來 或是從其他地方過去這樣子 對 所以它生意是有受到影響 那JL Studio 它的餐飲特色是什麼 它主廚Jimmy 他是新加坡人 所以他是用法菜的手法去 重新詮釋 新加坡料理 或是東南亞料理 做得非常有趣 對 所以它跟像肉或木妹的 路樹還是不太一樣 它沒有 它的台灣的部分是食材 它用在地可以取得食材 甚至是東南亞香料 那些台灣可以取得的 然後做新加坡或是東南亞的味道 但是它呈現的方式 它使用了很多手法 還是它原本法國菜的訓練 因為它以前是樂木的副主廚 對 所以它在台中又拿到亞洲五十二家餐廳 也有點像是接棒的概念 對對對 因為約樂木在前年 對 前年對 2018的12月31號 已經稍微暫時的結束這樣子 所以它等於就接棒了 對對對 好 那亞洲五十二家餐廳 台灣有四家 有三家在台北 是 嗯 而且這三家 有肉跟小螢融一次是在同一棟 對對對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說那個大指那個 那個區就是一個米其林巷 對 是相當的密集的地方 很多好餐廳在那邊 但事實上 就是對於餐飲業來說 在現在必須要殺出重圍 的確是蠻辛苦的 那對於你喜歡的餐廳 剛剛Lise也說可以用不同方式來支持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來喔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數位的POP最正點 好的10點47分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在現在防疫期間呢 餐一夜受到蠻大的影響 但是我們平常都還是要吃啊 可能在家裡吃飯的時間變多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你的身體狀況是很OK的 然後現在餐廳都做好很多的這個防疫的措施啊 拉開了這個社交距離桌距的話 其實去支持一下自己喜歡的餐廳 也是一個好時機 然後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有一些餐廳本來是非常非常難訂的 現在怎麼好訂一切斜 可能就是一個機會可以去去嘗一嘗這樣子喔 好那剛剛有提到說其實在國外喔 因為國外尤其歐美的狀況非常嚴峻喔 所以他們就推了這個很多的方式啊 像什麼募款啊公益活動啦 主廚到你家等等之類的喔 好那現在在台灣喔 很多的餐廳他其實有推什麼外帶外送啊 那像外送我們剛剛有提到 米其林一新的三海樓 好像一新的那個大三元現在也有外送 大三元是不是正在整修中啊 他現在在整修是不是 喔所以他可能就是整修之後 重新再開張喔 喔對他現在他現在在整修 大三元應該是在整修 然後像那個天好運 天好運他他本來就是可以用那個外帶平台 喔對外帶平台 像我剛才在跟Lise說 我最近就是中午如果在辦公室的話 我就11點多會叫那個叫那個頂開風 你知道又不用去排隊 因為之前他沒有外帶外送嗎 對對對對對 那現在可以了 但之前他剛推出這服務的時候 我們要訂晚餐 既然他突然關閉你知道嗎 就是太夯了 他現在好像頂開風的外帶超夯耶 對我們就訂別家 我們後來訂了那個半 那個泰國菜 是Mumet的主廚開另外一家 那個也很好吃 對對 B-A-A-N 那個很好吃 他們外送的品質很好 喔真的喔 那我要訂訂看 推薦給大家 那有什麼菜色物等一下再問你 所以蠻多就是平常 你可能就是無法在那個外送平台 當中看得到的餐廳 現在都紛紛已經加入了 對對對像我之前還有訂那個冒原台菜啊 對啊我超愛冒原的 對對剛加入那個外帶的品質 茂圓台菜因為他生意太好 就是我剛結婚的時候就住在那旁邊 所以我幾乎養胎的這個十個月當中 就是茂圓的老闆 哇也太幸福了 我幾乎就是每天在那邊 你要打飯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兩個人叫兩個菜 然後老闆就幫我 就煮個小湯你知道嗎 對但現在老闆娘已經不在店內了 都是兩個兒子在負責 但茂圓的菜超好吃的 他也不好訂 他現在居然還可以 外送品牌 送到你家 上次吃到也是覺得好開心啊 他其實還是有些菜是 可以外送有些菜還是不行的 對不對 對他菜單不是全部都有 但店內菜單不太一樣 但像你點白斬雞啊 白斬雞超好吃的 白斬雞真的很好吃 像其他一些像什麼菜補蛋啊 他白斬雞從宜蘭來 而且他那個雞中間還會有那個洞 有夠好吃的啦 對對對 然後不會因為運送而變質 這是很好的菜色 對對對 然後我剛剛講說我訂那個 那個頂叉叉的炒飯啊 覺得還不錯吃欸 感覺他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變化 就不會太多變質啦 覺得還不錯 好那當然就是外送也是要付給那個外送員 覺得那麼辛苦要外送費啊 所以大家就是偶爾換一下口味 我覺得也非常的不錯 好那在此時呢 Liz你對於這個餐飲業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這個鼓勵啊 像因為他們大概也會問一下你的意見對不對 都大家互相討論交流啊 那當然現在餐飲業是面臨一個很辛苦的時期 尤其是因為這個這個疫情喔 它是一種社交病 就是你真的必須要拉開社交距離 才有辦法減緩它的傳播 壓平那個傳播的曲線 那人不來其實對於餐飲業 或是說旅遊業這種很需要人流的事業 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明白這道理 都願意共提時間 很多餐飲業其實他們都知道現在是不得不 那所以大家也都在想方設法 看能不能找出什麼方法 不管是增加收入也好 還是說他們推出各種新的服務 來讓客人繼續來支持 那我是非常佩服大家 在這個時候還可以有這樣子的堅持 那所以也是如果說聽眾朋友平常是也喜歡上餐館吃飯 然後你有你喜歡的餐廳 那其實不妨這個時候就是真的可以多多表現你對他們的支持 沒錯 大家如果對於栗子的觀察文章有興趣的話 而且他自己現在有一個美食網站 叫做Tester美食家 是的 那個家是家減的家 對家法的家 為什麼要用家法的家 因為就覺得想要用美食串聯不同的事情 聽說你們那個醬賣得很好 那個是什麼醬 這是一個辣醬 它的概念其實是日本以前可以吃的辣油 幾年前很紅 那我們就把這個概念拿來自己改編 裡面加了很多材料 所以它不是一種就是很傳統的單純辣的醬料 它其實可以當配菜 或是加在任何的料理上面 麵啊 飯啊 對啊 麵飯啊 或是說甚至異國料理 像我前幾天才PO 你把它做成番茄義大利麵其實很好吃 對 就是還蠻有趣的一種醬料 你們Tester美食家上面還有什麼 除了醬料還有什麼 我們目前還有在這個持續的研發中 目前以醬料為主推 對對對 目前是有料 別醬料賣翻天了 也沒有 不要害我 好啦好啦 大家在家裡 如果想要加點菜的話 就用這個醬料來加一加也不錯 是是是 增添口感 然後增添這個 在防疫期間悲傷無聊 憂鬱心情之下 點綴一些好的這個口感 還有做菜的靈感 對有做菜的靈感 然後那個你也可以上美食家的自學之路 來看看例子的分享 好的 這個 疫情當當 我覺得大家還是不要放棄 每天把握一點點小確幸 是是是 對 日子都還是要過下去 日子都還是要過下去 雖然說很多人的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但是 找到一點點小樂趣 例如說吃到一口什麼東西 或是 路上看到一朵花 好 你應該會覺得說 今天還是蠻美好的 好 非常謝謝麗子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大家 跟我們分享這麼精闢的這個觀察 好 下次再來 謝謝 接下來持續鎖定